第一 當時影響我們的觀光機閣 不過在中國這邊 親民連鎖根據官方的統計 是有超過7億4千萬人儲出於市場 也比新冠疫情增加兩下 中消費是完540億人民幣 比疫情增加百分之12.7 我從山東來了 今天買了運動裝好多 剛開始逛 還想買東西很多 都有個物清單 我們這次節假日的客流的話 對比我們平時是在4倍到5倍以上的 整體的客流量還是非常大的 今年三天全面連鎖 中國國內出現越有的人 國風統計算起的現實 全國如期出油量超過7.4億人儲出 比今年同期成長53.5% 至日空19年新冠疫情增加18.9% 這兩隻出去玩的人 也歡迎在消費性中心 研究中國文化和路由普統計 拜習到拜六的三天連鎖 再來路由總計出 達到539.5億人民票 我新代表2400億 比疫情增加18.7% 那因為之前沒有外國有的歡迎 在中國消費極度的困難 北京一間文創店就表示 最近一個月繼續優化 路卡付款的方式 原來我們主要是能刷兩類卡 VISA、MASTER 現在增加到了五個卡種 包括GCB、美國運通 都是可以進行刷卡支付的 另外最近時間的電鎖集服 中國文化和路由普及製作 因為各國都有電鎖集報 中產品 要實現技術活動不困難 不過主要問題是在外國有限 北京中國行動支付系統的定屬較豪雜 會探討如何減少外國有限 北京的是所需要頂樓的組織 恭喜新聞帶回影片 日本在興奮這方面的 屬於避免 下單眼 就是要踏迷的